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第二節 果然不出所料 美國國務院終於向俄羅斯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發出簽證 這個時候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預定在大會發表演講已經剩下十天 但是時間問都不止 接下來還有障礙要掃清 就是56份簽證申請 只有24份獲准 即是俄羅斯代表團有大半的人去不了 更要命的是現在美國嚴厲制裁俄羅斯 所以拉夫羅夫是被制裁的人物之一 他能否進入美國呢 美國現在是對俄羅斯關閉力空的 拉夫羅夫和代表團的專機飛不飛得入紐約呢 這也是問題 如果美國幾帶都堅持不放行 拉夫羅夫就算有簽證 我認為要清除這些障礙並不難 相信美方也有意願解決的 例一個特事特辦就什麼都搞定了 美國之所以遲遲不發簽證 國務院給出的理由是俄國為難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如果真的這樣 美國要報復應該尊重對等的原則 他刁難你大使館的職員 你不是刁難他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職員 為什麼要針對他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才行 大概也是因為這樣 國務院最後都要死死地氣發出簽證 你發簽證給他 又不讓他入美國 道理上說不過去 但是如果美方最後放行拉夫羅夫的話 我覺得最後的理由不在這裡 而是在美國駐俄大使 不久之前 美國駐俄大使約翰沙利文離任 有消息說拜登準備任命現在駐阿美尼亞的外交官特律西 為下一任的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按照慣例 任命新大使應該先問他未來的東道國有什麼意見 如果人家不接受 那你任命就是得浪費 所以如果拜登想這位新大使能夠順利去莫斯科上任 那他就不應該對拉夫羅夫設置這麼多無謂的障礙 一人一步你好我好 話畢拉夫羅夫在聯大的演講 不過是一天兩天的事 而大使道任是影響好幾年的事 哪一種輕哪一種重 不是這麼難看到 下一個話題 最近流年好像不是西方的政要 七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飾身亡 八月前蘇聯領導人哥巴喬夫辭世 九月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駕崩 有這麼巧這三位世界級風光大狀都安排在這個九月 已經舉行過的是九月三日的哥巴喬夫葬禮 哥巴喬夫是蘇聯首任總統 亦是最後一位總統 是蘇共中央最後一位總書記 是蘇聯最高蘇維亞主席團最後一位主席 諾貝宇和平獎獲得者 現在很多人還記得他 並不是因為這些顯赫的頭銜 而是他親手將蘇聯送入墳墓 八月三十日他在莫斯科辭世 享年九十一 九月三日俄羅斯為哥巴喬夫舉行葬禮 我認為這個葬禮辦得非常得體 俄羅斯總統普京沒有出席葬禮 理由是有事做沒有空 但是在葬禮舉行之前 普京特意向遺體告別 據說葬禮稍顯冷清 外國政要出席的 就得匈牙利總領歐爾班一個 但是恰恰就是因為這種 和政治若跡若離的低調安排 最符合哥爾巴喬夫的歷史和身份 他被認為是西方支解蘇聯的頭號幫兇 如果大批西方政要來執不負力 那不是坐實了他 是對灰窩手的身份 如果普京在葬禮上為他致道辭 那就顯得普京過分熱情 很辛苦才和他劃清界線 不是又連起來 現在這樣幾好 該來的來 該避的避 雖然不是葬禮 但是都叫做世界觸目 一個有明顯爭議的政治人物 身後如此都算是得其所在 第二場是定於9月19日舉行的英女王葬禮 立場又厲害了 英國皇家素來標榜自己平民化 但實際上已廣告排長著稱 在位七十年的女王入土為安 典禮怎隆重奢華可想而知 不用細說 而現在還未到大短的政日 就已經隱約見到皇室那種不可一世的焦橫和焦跡 據說 英方要求出席壯麗的外國政要 必須搭乘商業航班去倫敦 出席大典之時 不能坐直升機或專車去西民址 而是要在指定地點坐大巴 這樣的條件 如果一視同仁 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客徒主變 但是英國也有自己的無奈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頂不住 英方只好特別遷就 讓他坐專門在美國運來的專車 這就大件事了 都是國家的元首 美國行不行嗎 於是一些國家就吵起來 到時怎樣解決 極考英國的智慧 不用說帝國 中國如此隨和的國家 都要認真想想 中國外交部已經說了 會積極考慮派個高級代表團去 相信會勞煩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走回轉 但是如果拜登坐專車 王國富兼特使坐大巴 那實在有些難過 不如派個駐英大使社會就算了 最無聊的就是岸田文雄政府為安倍晉三 定於9月27日舉行的那場國狀 據說 安倍的未亡人早就遠距為亡夫舉行國狀 但是大概岸田想整一場國狀外交 提升一下日本的國際威望 所以堅持要搞 實在有這樣的安排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跟英女王葬奇 據說外國正要來的不多 級別不夠高 比如美國就只是派副總統賀錦麗去 中國還沒透露派誰去 我想多數都是駐東京大使 岸田手上搞這件事其實挺多餘的 想利用一個死人為自己賺利益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被人截伍 十六億日元的預算相當於千多萬美金 絕對不是十十歲 本來不少人反對 連日本的國會一些反對黨都宣佈抵制 到時你說搞得不拖不水 那就真是不衰拿來衰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講 多謝大家